大家好,我是Mavis海埔媽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喝白雀茶? 我很喜歡喝白雀茶 今天我把白雀茶做成荒包 今天我們做白雀茶合圖荒包 我先請海埔幫手把5克的白雀茶 用攪拌機打碎 這個,1、2、3,好害怕 海埔有點怕攪拌機 就找媽媽幫手 把白雀茶葉打碎 加入麵團可以增加香味 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個味道 海埔不太喜歡白雀茶的香味 不要緊 做麵包的時候加上其他材料 香味都會有改變 做麵包的材料有這些 我們開始做麵包 先把酵母放在牛奶裡面 攪拌好放在一邊 麵粉加進拆麵盆 加糖 然後加鹽 加入白雀茶 這杯茶是預先用4g的茶葉 加100g的熱水沖泡的 再加入剛才預備好的牛奶 加入兩隻打散的雞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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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打碎的白雀茶葉 白菜茶葉可以在加入麵粉時和其他材料一起加入 醒麵15分鐘 今次這個麵團比較濕,在拆麵盆會比較方便 麵團搓到有根性,就可以加入室溫軟身的牛油 麵團搓到表面乾滑,加入合桃酥 麵團搓一分鐘後,放在那邊,進行第一次發酵 今次發酵我用了60分鐘,不同的天氣都會影響發酵的時間 當麵團發酵至兩倍大便可 灑少許乾粉在桌面取出麵團 今次的麵團比較濕,會較黏桌面 我們用掛板幫手把麵團摺幾下排氣 用電子綁把麵團分剩三份,每份250g 麵團摺出乾滑面,收口放在桌面上 三塊都是這樣做 麵團打開啡麵團 這樣做是非常濕 喉嚨 厚 一邊啡也不層 無峰 對麵團 用它啡麵團 然後撐出一半 其中央麵團 搓開 用一半 從兩邊向中間割折起三分之一 將麵團撈長 卷起麵團放入麵包模 三分都是這樣做 包上保鮮紙進行第二次發酵 今次我用了60分鐘 發酵到麵包模的8分滿就完成了 接著蓋上麵包模蓋 月熱焗爐200度,焗30分鐘 今次的白雀茶合圖套絲就做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吧 我很喜歡白雀茶的香味 遲些想試做白雀茶蛋糕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小鈴鐺